专家要来解答 您不能不知道要告诉您的是 2012年的整体运势 我们要带大家从星座学的角度来看看了 星座专家表示啊 他们点名出啊 明年这个运势呢 事业运相当不错的 第一名呢就是母羊座 第二名天平 第三名的是狮子 而爱群运呢 最好的是射手 双鱼还有处女座 至于没有被点到名的星座 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看星座专家怎么建议 Happy New Year 迎接星的一年 2012年谁最旺 十二星座运势大公开 答案第一名是母羊座 一人书旗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却少年运势旺到来年 第二年则是拿下金马影帝的刘德华 天秤座嘛 还有还有柿子座也不错 位居第三名 象征亚洲舞王罗志祥 来年事业继续创高峰 内甘玉前三名也出龙林志玲 射手座因缘来到双宇宙桃花也躲躲开 处女座也不错 位居第三名 让同样是处女座的安心雅非常期待 希望啊希望啊 就是也是希望 因为最近真的工作忙 然后就是也蛮孤单的这样 第二玉不错 让安心雅心痒痒 正在交往中的也有可能会开花结果 不过有些星座不适合谈恋爱 就是天蝎座啦 天蝎男软今天明年就要去当兵的 要注意的就是和女朋友维系好感情 情场不得意 不过最要注意的就是巨蟹座 因为整体运势 噢噢掉下来啦 影帝梁朝伟歌神张学友得多小心 那问题是说呢 他很会胡思乱想 所以我希望巨蟹座的朋友呢 你要保持你情绪上的平稳 我是建议你呢 可以去做一些成长的学习 星座老师说的没错 人定胜天不管好坏 在新的一年里还是要认真努力 新做仅供参考啦 谢谢学朋友欢迎台北赛福报道